纳兰燕然在中周与轩重逢时 到底有多尴尬 后悔解名不虚传 纳兰燕然被众多网友细血地称之为 后悔解 除了第一次登场时 那盛气凌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高高在上的模样 之后啊 他所有出场不是在后悔 就是在后悔的路上 而压垮纳兰燕然的最后一根稻草 并不是萧妍的成就 而是恢复身份的轩 纳兰燕然在中周与轩重逢时 到底有多尴尬 十几年前 纳兰燕然听信谗言 带着云兰宗的长老 盛气凌人地来到萧家 当众退婚 使萧家众人颜面扫地 薛儿并不在意 萧家却是十分在乎他的萧妍哥哥 在薛儿刚刚来到萧家的时候 使萧妍每天晚上偷偷跑去他的房间 为他滋养经络 甚至持续了好几年 虽然那时的萧妍 只是想验证斗气是否存在 可薛儿却在这几年如一日的滋养中 丢失了自己的一颗芳心 看到萧家众人 因纳兰燕然的举动而颜面扫地时 更是出言警告 不要以为有着云兰宗的撑腰 就可以肆无忌惮 斗气大陆很大 比云云强悍的人不少 在薛儿看来 他的萧妍哥哥日后 必然会站在这斗气大陆的巅峰 而纳兰燕然自然 也听出了薛儿的潜在含义 刚想回队 便被察觉不对的葛叶长老带走 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闹得非常不愉快 薛儿认为是纳兰燕然不识抬举 而纳兰燕然则是认为 薛儿多管闲事 可此时的纳兰燕然又怎么会知道 他与薛儿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十几年后 晋升九星陡尊的 萧妍带着大批人马 前往蟒荒谷域争夺机缘 机缘巧合之下 救下了被天明宗攻击的云运 与纳兰燕然 纳兰燕然望着那 如同天神般降临的萧妍 内心颇为复杂 只好将身形隐藏在一众人群之后 默默地跟随萧妍继续前进 不曾想尽在此处 遇到了谷族一行人 而薛儿也赫然在脸 萧妍向谷族众人拱了拱手后 目光竟直落在了 那抹令他朝思暮想的身影之上 而薛儿此刻的神色 竟有些玩味 萧妍的身后 跟着一群人 大多数都是女子 一个个千娇百妹 都有着娇人的容颜 不由得会让人浮想连篇 谷族众人寒暄了几句 突然之间感觉到 气氛有些尴尬 在结合之前所收集到的情报 众人的目光静 只看向萧妍身后的彩琳 彩琳被众人注视得有些不自然 只能冲萧微微点头 以示友好 而躲在人群的纳兰 依然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十分尴尬 只是 众人的目光此刻 都被萧妍三人吸引 并没有人在意她 众人一会看向萧 一会看向彩琳 不由得在心中暗自赋菲 萧妍竟想左拥右抱 想其人之美 鼓足众人 看向萧妍的眼神 十分古怪 正在众人尴尬时 萧妍反而显得十分平静 和彩琳打个招呼后 又温婉有李帝 与萧妍身后的众人打招呼 随后便看向了纳兰燕燃 纳兰燕燃心如死灰 该来的总会来的 两人上次见面 正是当年纳兰 燕燃前来萧家退婚时 如今在经过这些年的魔力后 已然没了当年的锐气 两人目光相对 纳兰燕燃内心十分慌乱 遥想当年 顺利解除婚约时 萧儿对她说过的话 希望她不会因为 今日大小节的举动而后悔 纵使过了十几年 萧儿的那番话 依旧让她记忆犹新 这句话简直魔咒般 让她想忘也忘不掉 而纳兰燕燃已经做好了 被嘲笑的准备 但出乎意料的是 萧儿并没有让她难堪 萧儿和她对视了一会后 若无其事地转过了头去 纳兰燕燃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明白了 这代表着 她不被萧儿放在眼里 这一认知 让她心中苦涩不已 在萧炎游历中周五年后 终于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至八星斗尊的高度 同时幸运的是 要老与天火尊者也得以重生 萧炎还在古族的幕府中 见到了自家的先祖萧璇 在萧炎前往古族 参加薛儿成人礼 当她满怀喜悦的归来时 却收到了一则 令人忧心忡忡的消息 加玛帝国遭遇了不测 而小一仙天火尊者已经赶了回去 当初在萧炎前往中周后 只留下美杜莎这位强者 在延盟坐镇 本来西北大陆局势 并未出现太大波动 但就在一年前 一个原本在西北大陆 排名前十的宗派失明宗 突然发起了激烈的征战 不到半年的时间 西北大陆 近半的领土 已落入失明宗手中 他们之所以能迅速扩展势力 是因为实力激增 且增加了多位实力强大的魂殿高手 而魂殿 之所以要插手西北大陆 据说是为了扰乱局面 收集更多的灵魂体 虽说延盟 已经是顺利地成为了西北大陆 足以排进前三的强大联盟势力 但可惜 却是多了一个魂殿 有了魂殿 这些强者相助 延盟却是只能落入下风 想到美杜莎 想到他腹中的孩子 萧炎也不过多停留 急忙带着新允阁的几十位强者 浩浩荡荡地朝着延盟赶去 此时延盟城墙上 一道倩颖傲气而立 他是彩玲 延盟的领导者 这些年来 他在延盟的地位 无人能够取代 甚至超过了萧炎 一旁 萧鼎 萧炎的哥哥 坐在轮椅上 目光望着远处的黑雾 轻声对彩玲说 若是抵挡不住 你便带着萧萧离开吧 萧丽阴沉着脸凝重地说道 这可是 三弟的孩子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彩玲则微微摇头 蹲下身 将小女孩抱进怀中 小女孩似乎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并没有哭闹 反而用脆声声的声音 安慰彩玲 娘亲 不要怕 大伯说过爹爹会回来的 彩玲的唇角 微微一弯 她抬起头望 向一旁的小依仙 轻声问道 她真的会回来吗 小依仙点了点头 如今的萧炎 应该已经从天目出来 如果到了星云阁 要老会告诉她这边的情况 以萧炎的性格 她一定会全速赶来 可面对三十几位斗尊的围攻 美杜莎心中 也涌起了些许无奈 她无法抛下身后 这些跟了她好些年的萧家 以及阎蒙的子弟 在将萧萧托付给小依仙后 美杜莎也向失明宗 宗主施天发起了进攻 但没想到的是 萧萧竟然被一位魂殿尊者盯上 瞧得这老不死的东西 居然对小孩出手 小依仙也是勃然大怒 只能将萧萧托付给萧力 然后自己全心 面对两位六星斗尊的攻击 那不远处的萧力 早就注意到了 被围攻的小依仙 见到后者 将小萧萧扔出来 当下也是连忙施展身形 便是出现在小萧萧身后 然而 其刚欲伸手 将之抓住 一道鬼魅身影 却是抢先一步略来 灵力掌风快 若闪电般地拍在萧力胸膛 强猛的力道 直接是将萧力 拍得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倒飞而出 那经受老者 却是怪笑一声 然后转过身 一把便是对着半空中的小萧萧 抓了过去 危急时刻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那敌人的脖子 突然被扭断 萧炎将孩子抱在怀中 向远处的彩铃 露出微笑 抱歉 回来晚了 感受到萧炎那八星斗尊的实力 萧力几人都瞬间呆滞了 小子 你总算是舍得回来了 萧炎望着面前 这一身穿紧身红色铠甲 但却依旧显得纤细 丰满的妖娆女子 眼中也是 浮现出了一抹柔和 轻声道 彩铃 听到萧炎的声音 彩铃的郊躯 也是微微一僵 终于是抬起头 美眸有些复杂地 看了面前的黑山青年一眼 随即揉了 揉小萧萧的脑袋 我还以为你 不回来了呢 彩铃的话语中 有着些许怒气 但隐隐间 也是隐藏着一些委屈 这些年 她一个女人家 不仅要带着孩子 还要顾着严蒙的发展 不知道 为这些操了多少心 而这些重担 也全部都是面前 这个男人所给予她的 三弟 弟媳妇这些年 可真是不容易 你可莫要欺负人 不然我与大哥 第一个便是不会答应 见到彩铃那般模样 萧丽拍了拍萧严的肩膀 而萧严深知 是时候负起责任 为了家人 与阎蒙继续前行 首先 就是第一位红年 也是萧严的大老婆美杜莎 当初萧严在离开阎蒙 前往中州时 就将后续所有的一切 都交给了美杜莎 代为管理 而美杜莎 在这几年中 虽然没有萧严 闯荡中州的生死危机 却也并不轻松 不但信守承诺的 替萧严守护阎蒙 更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将严蒙迅速发展壮大 成为整个西北大陆 排行前三的超强势力 甚至还为萧严 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萧萧 面对付出诸多的美杜莎 萧严也没有过多的纠结 当场就给了 美杜莎一个名分 甚至还和美杜莎 举办了一场婚礼 只是这场婚礼的观众 就只有萧严的大哥萧顶 和二哥萧丽 再者便是第二位红年 也是萧严的二老婆萧轩 在莽荒谷玉遇到美杜莎时 勋儿便知道了 美杜莎和萧严的关系 只是她并没有生气 甚至还极为理解萧严 面对美杜莎时 更是甜甜地叫着姐姐 这样大方懂事的勋儿 萧严怎能不爱 先是菩提子后 是地之本源 更不要钱似的 往萧严怀里送 不过相比较于美杜莎 和萧严之间的和平相处 这第三位红年云运 就落不到什么好了 萧严在离开中州之前 得知云运命悬一线时 直接赶往花宗 不但为云运撑场子 更是自称是云运的伴侣 要知道 就算是美杜莎 萧严也没当众承认过 所以也难怪美杜莎和萧轩 始终看不上云运了